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已经知道了 知道什么 知道锦衣跟踪我 知道锦衣 背着我向金钟传递消息 王爷 冷姑娘和郑县领来了 王爷 嗯 郑县令 请在里面稍候 是 有事 你怎么知道我有事啊 你若没事 拿了药就该先送去厨房 就不会先在这里堵我 什么事 就是 有件小事我有点好奇 想随便问问 那我便随便听听 王爷 这个县城谭柜是你的什么人吗 我的什么人 就比如 你的亲信或者你的暗哨 为什么这么问 你先告诉我到底是不是 不是 不是 真的不是 不是 他若是我的亲信 我又怎么会到现在才知道 许如归就是许宗芳 好了 你随便问过了 我也随便听过了 赶紧把药拿去厨房 让人尽快煎了 送给楚河 再给他拿些吃的 带他好些 让他赶紧回家 免得楚河担心 王爷 你不问我为什么要问这些吗 等你想通了 自然会告诉我 你已经知道了 知道什么 知道锦衣跟踪我 知道锦衣 背着我向金钟传递消息 还是知道 你发现锦衣背着我见的人 就是谭柜 你都知道了 我知道并不奇怪 锦衣日日在我眼前晃 晃了已经近二十年 她做过什么 没做过什么 我一目了然 我是否知道她做过什么 她心里也很清楚 王爷 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 你知道锦衣她绝对不会害你的 我知道 奇怪的是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你在跟踪她 我 就是之前盯着楚楚的时候 曾见锦衣跟过你和楚楚 我原本以为 锦衣是冲着楚楚去的 怕锦家要拿楚楚做什么文章 我担心楚楚 我担心楚楚 于是就暗中盯了她几次 之前 我偶然发现她单独见了一个人 我没看清楚那个人 但是我看到了那个人的脚印 方才我看到谭柜的时候 我才知道 锦衣去见的就是她 王爷 你说锦衣这是在干什么 不必担心 这事上需要锦衣担负的 不只有我交给她的差事 就像我不会把所有的差事 都交给她一个月 一样的道理 如有必要 她自然会给我一个解释 王爷 谢谢你